大家好,我是小琪 最近好多话有说 我养的法师看着叶片成了平面 而且比较紧缩,比较短小 是不是要它长菜芽了呢 其实法师一般出现这种情况 都是要开花了 你看我这几颗 这几颗是墨法师属于高杆性质的 都长到一米半以上了 由于它长出色芽来,我就给它打掉 长出色芽来,我就给它打掉 养了好几年的时间 顶部直接长出花包来开花了 那么对于开花的法师 是不是开完花以后就会死掉呢 这是好多人都在纠结的一个问题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养的法师只有十公分高下 只有顶部一个头 你想想一下 顶部的头如果开始花来 底部的杆子只有十公分 那么它的杆子必然会回收 到最后侧牙也长不出来 如果你像这一颗 你看它从这个地方是老化的 老化的以上是绿色的 它开完花以后 绿色的位置大部分都会直接干枯下去 或者是直接往下干枯一些褐色的位置 但是底下全部的杆子还是完好的 只要底下的杆子还是完好的 开花位置往下烂的再多 它底下杆子完好的位置都会再去长色牙 所以说开完花以后 它的这些花会脱落 在上面干枯底下会长色牙 是不会死掉的 如果就这么高啊 十公分左右 开完花以后 它没地方长色牙了 它只剩下根了 它肯定会苦死了 所以说 如果你养的是一个高杆的开花 顺其自然 让它开花就可以了 开完花以后 自然会底下 自然会长出杆子再来 如果在开花的时候 你把它的花头剪掉 它就会从边上再长新芽 新芽长出来接着开花 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剪 包括我们养的法师 如果一个法师多头 上面有一个头长出花来了 要开花了 你把这个头剪掉以后 它其他的头也会再次开花 因为它已经具备了开花的性能 你不让它开 直接剪掉 它会从别的侧芽上开花 再去剪掉这个 那个侧芽又开了 这样一直继续剪 到最后剪的没有侧芽了 它肯定会苦死 所以说开花 无论是单杆的还是多头的 开花顺其自然 让它开败了 自然会从底下长侧芽 不要盲目的去修剪 这样是不对的 那么我们怎么去剪短花去呢 很简单 开花的时候你可以补充一下花 刀的时候高蛋的肥料 让它快色开花结束 结束了以后就能够快色长新芽 这样去操作 保证温度不低的话 它会快色开花 其实它开花呢 开的是非常漂亮的 开花黄颜色 像一个宝塔的形状 如果你想去养一下法师 你可以选择一个普通的品种 去试一下 非常的好养 如果发现开花了 可以按照小七说的话去操作 到时候也不会死掉 学会了吗